这次其实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 你看到他这一次到了新加坡香格里拉的对话 他对于台独真的是言辞炮轰 非常的严厉 但是他在这里面 他是在演讲与问答环节 发出了一个警告 他有三个不允许 是什么呢 不允许霸权主义强圈政治损害亚太 不允许把地人冲突冷战热战引入地区 还有不允许任何国家势力在这儿生战生乱 那中国对与美军的交流合作是抱持开放的态度 占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了 所以中国在努力 美国有没有在努力呢 那现在还有针对台独的部分 当然呢甚至还说 已经有能力对付台独武装 就像望中捉鳖 这是不足挂齿 讲了这么多 但是呢 到底美国听不听得懂 还有美国的媒体到底有没有看懂呢 先请教将军 这个毫无疑问 美国当然看得懂 这三个不对的就是美国 还有其他国家没办法对上 就是美国 他说不允许你这个霸权主义 不允许你在这个亚太这边搞乱 不允许你搞什么台独 这三个就是明明白白就是针对美国 现在的行为嘛 照理讲 杉格里拉这个会议都是防长来参加嘛 他说军人参加的比较多 军人讲话没有那么多外交辞令 这三个不允许已经指的鼻子 就指的你美国了 为什么这次措斥那么强硬呢 你各位看一下 美国不是利用菲律宾那个马德雷号 跟菲律宾又搞军演 又放飞弹又要了四个岛做基地 各位观众 中国大陆为什么这次这么强烈 是有原因的 我很早以前讲过 美国现在的战略部署就是 火力前推兵力后退 那他现在你看从南韩 从日本 日本再从琉球 燕美大岛石原岛 再加上菲律宾 那是不是这一条线上 全部放上战斧飞弹 战斧飞弹可以射成两千多公里 而且还可以很低空的掠海飞行的 那就对中国大陆很 形成很明显的威胁 对 更大的威胁 重大的威胁 因为这就是我上讲 它的火网编程 兵力是撤退的 它在菲律宾也没有多少人 它就是很小数的兵力 设立一个Tom Hawk的发射基地 那么这样的话 美军可以减少散网 但是它的Tom Hawk飞弹 可以整个威胁到大陆东海南海 这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刚好就是兵力不封锁 但是火力上是封锁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董军看的当然是很不爽 那你美国还在故作姿态装迷糊 你只要是军人的看懂 你这个火网编程 从韩国一直拉到菲律宾 你通通是对着我来的 所以这个防长这个讲话是很硬 第二个对台独 比以前的那防长都要更硬 都要硬 那奥斯丁也没什么回话 而且他这个粉身碎骨 对台独 换句话说 已经做好防逃的措施 一旦打起来 你一个也不要想出得去 不管从海上从天上 那就是对台独的一个 很激烈的一个说法 就是警告台独 你想逃也逃不了 你要跑也跑不掉 要不然你怎么能够 讲到粉身碎骨 对不对 何况这个中国大陆的飞弹 跟海军已经有实力 把台湾整个封锁起来了 所以这个话的含义 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很清楚 讲难听前指的美国鼻子骂 是啊 那所以呢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个外媒怎么样 都是蛮大篇幅的在报道 这一次的这个中美防长的对话 那我们其实先来看看 你说像这个DW 德国之声 这个里面就说 中国防长猛烈抨击台独 而他也里面放了台湾方面的回应 那么再者呢 就是这个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说美国的防长表示 与中国战争既非迫在眉睫 也并非不可避免 这个话是不是讲的 就比较软一点 看到了董军 就没办法强硬的起来吗 但是同样是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这边这一篇 就说到了 董军是在为中美紧张 关系降温 还说董军试图缓解人们 对中美两军对抗的担忧 有吗 刚刚这个连帅将军 这个董军事的都看得懂 董军这个说话如此这般的强硬 而且是更硬了 但是呢 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里面的分析当中呢 却认为董军是在为中美紧张关系在降温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解读呢 差很多 介大使 他这篇的目的是 要在这个选情里面 美国大选里面 对拜登选情有所帮助 所以就先下好这个决论 就硬套 我觉得他们这个立场基本上都是 所有的外交 都是内政的延长 外交要为内政服务 不是内政为外交服务 所以美国是严格把守这个原则 所以外面不管发生什么 他解读一定要对内政有利 那现在对内政有利 就是要对拜登的选举有利 所以你就想到 这就是他们看出来 这个现在美国拜登政府 基本上 虽然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针锋相对 可是他们希望美国的老百姓知道 跟中国大陆这个冲突 事实上 这个中国大陆主动在降温 所以他们是觉得说 一般的美国人是不会懂的 所以就这样说 他们就会这样认 他不愿意认首 美国就是要有这个 就要有这个 让他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得到这个讯息 因为美国已经打了两场战争了 还能再跟中国大陆打吗 尝试都知道 美国老百姓说 你拜登疯了 你已经搞了两个战争了 你还要再跟中国大陆打 他又不能说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Austin跑去 跟这个中国大陆示好 他说 现在中国大陆 要跟我们降温了 所以不要紧张 说反话 不会跟中国大陆 有军事的冲突 这对什么 这是他们研判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放出去 对拜登在美国的大选里面 是有利的 所以美国 就是硬搬硬套 美国媒体 他这叫propaganda 这就是宣传 宣传 他哪在认真报道 客观事实啊 我觉得美国的媒体 你还认为他在认真报道 客观事实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没有掌握美国 现在媒体的精神 所以他这样的话 这个美国媒体是在帮拜登助选 那川普要不要出来说几句话 川普事实上 他现在具备优势 看这两场战争 已经把这个 拜登打得已经 阵脚大乱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拜登你看他这个 一被宣判以后 还没有 一被宣判有罪以后 第二天就募了五千七百万美金 对不对 这个另外一方面 拜登也讲一句话 讲得很漂亮 他说真正的判决 是我们的选举的结果 选举的结果 才是对我的一个判决 那这句话讲下来 又对拜登 又对拜登又是一个怎么样 我觉得又是让拜登 蛮紧张的了 所以我甚至怀疑 美国现在做的这些民调 是不是真的 是那么客观反应现实 我都有点怀疑 对跟我们台湾这个 民调也是选举一部分 看样子 亦许同工之妙 是啊 所以现在来 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了这么多 那看到这边 其实坦白讲了 现在这个我请教一下杨老师 因为呢 你说像美国的防长 他的这番话说 与中国战争既飞迫在眉睫 也并非不可避免 这不是人家在分析他 而是他自己就真这么讲 那讲这番话 你觉得是不是其实也是有点耸了呢 认耸了吗 那结果白宫 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 沟通协调员就John Kirby 他说美国总统拜登 不希望承担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战的责任 美国不希望与俄罗斯 或者任何一个核大国发生冲突 那就程如刚刚这个架子也分析嘛 都已经有两场战争了 还要再继续开战吗 可是感觉好像对于大陆来说 就认为你美国其实一再挑衅 好像又希望在台海在南海 是不是又要发生点什么 所以这个Kirby的这一番话 是不是也透露出了美方的立场 他们的心意 其实我的解读 我觉得第一次看到美国的高层官员 对于中美的战争 或中美交战 如此的肯定 肯定 因为他前面是说与中国的战争 既非迫在眉睫 也不是不可避免 所以他已经在 他已经认为中美的战争有可能发生 以及 他也在做准备 同时江科比讲的话是 他们也认知到与中国的战争 可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且他也知道 是核武国家之间的战争 那我们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 核武国家的战争 应该都要避免对不对 但美国从打冷战开始 当然要避免 可是要准备 所以我觉得他从Austin 跟这个科比的讲话 反而更是确定 美国把中国当作他 就是最大的挑战者 而且是军事上 可能会发生战争 大战 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说挑战者 那他当然希望 这个要避免 那也不希望说 就马上发生 但你知道 这种国际安全的东西 其实大家就确定 一件事 那就是什么都不确定 因为随时都可能会发生 有可能 对不对 你说台海 你说南海 你说这个或者是俄乌的扩大 很难讲 如果乌克兰突然 发疯了用美国的武器 去攻打俄罗斯的这个 石油运送 这个设备的话 这个可能就会马上扩大 所以他也在做准备 我觉得奥斯顶反而是讲出了 美国的国防部 美国的高层 认为中美之间 现在真的已经走向 这个一种敌对 然后可能会发生战争 而且美国也在准备 这个战争 对 但是他也要去 避免它发生 所以为什么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你看到的是 由美国 中国之间的国防 高层对话 然后呢 有海上安全对话 还有呢 助理部长之间的通话 那到这一次 香格里拉会议 两个国防部长 18个月来的这个对话 那他们的对话当中呢 也谈到了 就是要建立乐线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有战争 这个战争可能是 这个避免不了的 我们在做准备 但是呢 我们要这个避免误判 一定要建立这个乐线 所以我的解读反而是 这个把美国真正是 将中国视为 这种军事竞争对手 讲得明明白白 泽伦斯基干嘛跑去菲律宾 还要会见这小马可事谈合作 他要在美国人的眼中 有不断出现的机会 要不然会被美国人所遗忘 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 去菲律宾的话 新闻在美国媒体上呈现的会比较大一点 我们看看泽伦斯基 他今天东奔西跑 他在乌克兰的作用只剩下一个 提高俄乌战争的能见度 或者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像世界各国 话缘的金额会多一点 话缘啊 话缘 托波话缘 除此之外 他已经丧失了政治的功能 因为对于俄乌战争来讲 这是必败之局 他只能讲一些五四三的 比方跑到香格里达论坛 讲什么呢 讲说如果这个中国没有帮助 这个俄罗斯的话 意思说如果中国帮助俄罗斯的话 这个战争会打得更久 对西方更不利 我觉得他逻辑有没有问题 中国如果帮助俄罗斯战争 你还拖得下去吧 早就挂了嘛 所以他有时候他只是 发挥他演员的专长 不断地到各处写一些 大家听起来怎么说 怎么怪的剧本 那比如他到香格里达论坛 香格里达传统说 国家元首要来的话 那就随时欢迎 你要讲话也会安排一个场合 那以前他到任何地方去 不大股掌热烈欢迎 还到美国去还搭起立 现在呢 他都是要这个闪电突袭式的 去演说 没有敲锣打鼓 当一个演员的票房 已经调到了这个冰点的时候 还想要做困兽之斗 自己争取演出的机会 也相当可怜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乌克兰已经到了外部战败 内部变天的一个边际线上 什么叫变天 被他开除了那一位三军总司令 什么时候回来 借他的班 大家都在倒数计数 死馒头的阶段 因为 杂鲁日内 杂鲁日内 记得很清楚 这个对他来讲 他现在要不到任何一毛钱 他的政治的职务 立刻就会出问题 甚至于可能会死于非命 因为这是乌克兰的传统 任何一个卸任的总统 只要被挂上罪名 你为什么把乌克兰偷进战争 你为什么还打不赢 你为什么等等 还贪污等等 以前很多的乌克兰的总统 干完了就开始逃亡 所以我不晓得 这个美国会不会收留他 但是他的产况 是他自己造出来的 他干了一件 他能力所不及的工作 而且他还把当总统 还继续在演总统 这是一个最麻烦的地方 当然听说他老婆是编剧 可以帮他编得很好 演得很好 可是问题 到了这个局面 再编也编不了多久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一生 一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一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一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一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